这一期我们用一片成型的创意鱼鳞花样 来提升小金鱼的精致度 它可以制作成孩子们非常喜欢的起伏蛋兜 还可以在里面放一包适用于端午的香料 我们现在开始编织 线材选用四股的牛奶棉 以及2.5的勾针 想要尺寸大一点 可以选用五股棉 以及3.0的勾针 首先环形起针 由尾巴的部分开始编织 起针完成之后 接着绕线圈 编织六个短针 六针结束 收紧线圈 将线一次性拉出 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二圈首先锁一针 在第一个针目上 编织一个短针 在第二个针目上 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短针 这一圈 一共增加三个针目 每隔一针增加一针 编织九个短针 后面第三圈和第四圈 同样增加三针 加针至十五个针目 然后第五圈 针数不变 按顺序编织 十五个短针 第五圈结束 这样完成尾巴的第一个部分 我们利用相同的方法 编织第二个部分 接着将两个织物连接 继续编织后面的部分 首先在第二个织物上 编织十五个短针 第十五针结束 连接第一个织物 后面继续编织十四个短针 第十四针结束 我们在两个织物的 最后一个针目上 编织一个两针并一针 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六圈结束 第七圈开始进行减针 首先按顺序编织 编织三个短针 接着在第四针和第五针上 编织一个两针并一针 这一圈一共减去六针 每隔三针减去一针 剩余二十四个针目 后面第八圈同样减去六针 剩余十八个针目 然后第九圈需要减去三针 剩余十五个针目 第十圈针数不变 按顺序编织15个短针 第十圈结束 这样完成尾巴的部分 最后在织物内装入少许填充物 接下来我们编织鱼身 以及鱼鳞的部分 根据自己的喜好 更换其他颜色 第一圈首先按顺序编织 两个短针 然后编织十二个锁针 十二针结束 返回倒数第二针 在锁针的背面 挑里扇的一根线 将线引拔勾出 后面重复操作 在每一个锁针上分别勾一次线 一共循环十一次 挑线完成之后 勾针绕线 一次性穿过十二个线圈 接着编织一个锁针 然后翻转织物 在织片左侧的针目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一组花样完成 后面跳过一个针目 然后按顺序编织两个短针 重复前面的操作 继续编织十二个锁针 十二针结束 返回倒数第二针 挑里扇的一根线 按顺序重复勾十一个线圈 挑线完成之后 勾针绕线 将线一次性勾出 接着编织一个锁针 将织片翻转 在左侧针目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这样完成第二组花样 后面继续重复编织 一共循环五次 第一圈结束 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二圈首先锁一针 在开始的两个针目上 各编织一个短针 在鱼鳞片中间的位置 以及空出的短针上 编织一个长针 在第三个针目上 编织一个短针 在下一个针目上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短针 这一圈一共增加三针 每个四针增加一针 编织18个短针 注意鱼鳞片中间的位置 编织长针 其余位置编织短针 第二圈结束 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三圈 第三圈继续换线编织 重复第一圈的花样 将线勾出 编织两个短针 然后编织12个锁针 12针结束 返回倒数第二针 挑里扇的一根线 按顺序重复勾11个线圈 挑线完成之后 勾针绕线 一次性穿过全部线圈 接着编织一个锁针 然后翻转织物 在左侧针目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一组花样完成 后面跳过一个针目 在接下来的两个针目上 编织两个短针 后面重复操作 继续编织12个锁针 返回倒数第二针 挑里扇的一根线 重复勾11个线圈 挑线完成之后 勾针绕线 一次性穿过全部线圈 接着编织一个锁针 然后翻转织物 在左侧针目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二组花样完成 后面继续重复编织 一共循环6次 第三圈结束 第四圈首先锁一针 在开始的两个针目上 各编织一个短针 在鱼鳞片中间的位置 以及空出的短针上 编织一个长针 后面按顺序编织两个短针 在鱼鳞片中间的位置 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长针 这一圈同样增加三针 每个五针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21个短针 第四圈结束 后面的部分 继续按照前面这四排的规律 进行加针 每隔一排增加三个针目 每一排鱼鳞 逐步增加一组花样 第一排编织五组鱼鳞花 第二排编织六组 第三排编织七组 一直加针至十组花样 第十二排结束 这样完成鱼身的部分 后面继续换线编织鱼头的部分 第一圈 我们在前半针上 挑一根线进行编织 在第一个针目上 编织一个扭转短针 在普通短针的基础上 增加一个旋转的动作 后面重复编织 这一圈针数不变 一共编织三十三个扭转短针 第一圈结束 第二圈首先锁一针 我们在剩余的后半针上进行编织 第二圈至第六圈 针数不变 每一圈都编织三十三个短针 第六圈结束 第七圈首先锁两针 作为起立针 我们在每一个针目上 各编织一个长针 一共编织三十三个长针 第七圈结束 第八圈首先锁四针 在第二个针目上 编织一个长针 以及一个辫子针 后面跳过一个针目 在下一针上 同样编织一个长针 以及一个辫子针 后面继续跳过一个针目 重复花样编织 一共循环十六次 第八圈结束 这样完成小鱼的主体 接着编织两根锁针 将它穿到最后一圈的空隙处 小鱼的主体完成之后 我们利用热绒胶 在头部安装眼睛 接下来我们编织挂绳的部分 绳子的部分 需要准备两股线 首先锁边起针 起针完成之后 将其中一根线 作为主线 将另外一根线绕在钩针上 然后将线勾出 后面重复操作 一直勾到需要的长度即可 绳子勾好之后 我们将它固定到鱼头的两侧 现在我们这一款小鲸鱼就完成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